第十二章的小节 本章综述了有关僵尸体的大量的证据 所谓僵尸体就是高度特异化的感觉运动体 它们能工作得很好 并不产生感知觉 僵尸体的特点是 第一是快速的 类似于反射的那种处理 第二呢 只对少数特定的输入有反应 有很强的特异性 第三就是有特异性的行为 第四呢 无需要访问工作记忆 在视觉领域 米尔纳和古尔德论证了 有两类不同的处理策略 也就是动作性的视觉和知觉性的视觉 它们分别是由 背策通路和负责通路中的网络来执行的 因为试动体的任务呢 是抓住东西或者指点东西 所以它们需要编码自身和这些对象之间的距离 对象的大小 还有其他可测的这种度量 知觉性的视觉这一模式负责有意识的识别 它必须不管事物的大小方向位置 如何都能认出它们来 这就是说为什么比起知觉来将尸体接受到有关外界空间关系的更为精确的信息 也就是说在你可能还没有看到那边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的运动系统已经知道了 这种分离现象的一些突出的例子包括 用眼镜追踪目标 调整身体姿势 估计山坡的坡度 还有夜游 就是夜里边的游动 夜里边的游动 这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做梦 梦游 将尸体控制着你的眼睛 手 脚 还有姿势 并且快速的把感觉输入转换为有固定模式的运动输出 弃入一阵特殊的物质甚至还可能会触发性行为或者攻击性行为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通过有意识的 这就是僵尸方面的功能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完全谈到有关僵尸模式和有意识处理 在神经层次上的差异 由短暂的感觉输入触发并向前传播的网络可能太过顺势性而不足以建立起NCC 但是已经可以产生僵尸体行为 要想产生有意识的知觉必须需要充足的时间 使从额夜区来的这种反馈活动能够建立起稳定的集群 在第十五章第三节还要就此展开讨论 在疾病的条件下 这种有意识行为和无意识行为的分离可以表现得更为明显 下一章要讲相关的病例了 第十三章讲的是临床上的一些案例 失认症、盲事、癫痫和梦游这些僵尸的临床证据 说到疾病 我们会情不自禁地问 我们能活着不生病吗 摘自尼采的快乐的科学 在生病时一些健康是注意不到的特质会清晰地显现出来 在脑研究的历史上的临床观察 一直是我们认识脑内部机制最丰富的源泉之一 大自然造成了许多千奇百怪的失认症、中风、肿瘤和其他病理性失常 如果能对这些病理材料做恰当的分析 将对我们的研究大有比异 在健全的脑中 僵尸行为和有意识的行为结合得非常紧密 很难把两者分开 就算某个反应是自动产生的 不到一眨眼功夫 你也已经知道了 接下来我们会介绍四种临床的综合症 以说明僵尸体的作用 第一节视觉失认症 纯粹的失认症是很少遇到的 其定义是病人不能识别物体 这不同于最基本的感觉缺陷 如视网膜缺陷等 还有也不同于智力或者语言的退化 或者注意力受到干扰 通常这种缺陷仅限于某个感觉模态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一位视觉失认症人 认不出他面前晃动的一串钥匙 但是如果让他抓住这串钥匙 或者让患者听钥匙叮当作响的声音 他立刻就知道了这是什么东西 对于症状的曾经有一个附有失忆的名字 中文可以翻译为灵魂盲 后来弗雷伊德把它改成为失忆症 并一直流传下来 失忆症就有各种特异性的亚种 其中包括不能知觉颜色 不能看到运动 不能识别面孔和卡普格拉综合症 这种综合症的患者坚持认为他们的某个亲人 比如说妻子 被一个容貌言谈和其他各方面都和自己一模一样的陌生人 冒名顶替了 这是几种症状 亚种 肾症病人的脑损伤通常都是局部的 这意味着负责特定直觉属性 比如颜色运动脸或者亲密感的NCC 仅局限于大脑皮层的某个部位 也就是说特定的脑区是相应直觉特性的主节点 根据猴的单细胞实验数据 芬朗西斯和我猜测 这些主节点NCC的基础 是某种外显著症表症 是以DF为例 DF就是一个人的名字 简称是DF 他是一位非常严重的物体失人症病人 在34岁的时候 因为没击中毒 几乎死去 缺氧导致大面积不可逆的脑损伤 DF几乎无法通过视觉识别物体 但只要接他这个摸到物体 他就能认出来 他分不清楚 在他面前举着的这个铅笔 是横着的还是竖着的 也讲不出 他到底看到是一个方块 还是一个三角形 他也不能临摹很简单的画 但是他并不瞎 他能看到颜色 有时甚至还能根据物体的特定颜色和纹理 认出它们来 比如一根香蕉 他也能凭记忆的画出物体的轮廓 DF行走自如 也能跨过路上的障碍物 还能接住 抛给他的球或者木棍 DF能够不会吹灰之列 就能相当精确地拿起 放在他面前的物体 尽管他认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他也看不出某个 长条形状的缝的朝向 他就是讲不出来 他也无法通过转动手腕 来比划这个缝隙的斜度 但是如果他要伸手 把一张卡片插进这个缝里面 他就能轻而易举地绊倒 在他开始把手伸向这种夹缝的时候 他的手已经转到正确的朝向上了 在他开始伸出手以后呢 如果把光熄灭掉 他还是能够完成动作 换句话说 就是病人的动作呢 不需要视觉反馈 这有一张图 就是简单地描述他的病态 就如果给你放在一个苹果 让他凭记忆来画这个苹果 他大致上只是能画出来的 但是你让他临摹看的话 画得乱七八糟 还有一本书呢 他也能够记忆 凭记忆地画出来 那临摹呢 就是临摹成一条七六拐弯的线了 很乱 尽管DF讲不出物体的大小 但是呢 当要他去取这个物体的时候 他就能够按照物体大小张开手指 物体越大 他的拇指和其他手指分得就越开 如果把物体挪走两秒钟以后 再要这个DF去取 他的手指就张不开 也就是说不去调整大小了 对于正常人来说呀 做这个动作不会有任何困难 手指张开的幅度呢 也是完全正确的 这一现象意义重大 他支持了我在最初的 就是12章里边所提的论点 就是说负责DF这个病人身手动作的脑的网络呢 并没有工作记忆 是啊 为什么要有呢 因为这些网络仅负责眼前的情况 他们纯粹是实时操作的 这位失认症病人的病例生动告诉我们 虽然视觉形状和物体的信息未能进入意识 但是这些信息依然指导着行动 DF丧失了部分能力 同时呢也保留了某些能力 米尔纳和古德尔正是由此受到启发 开创了双视觉信息流通路 最终理论框架 在两条通路中 有一条呢负责有意识的视觉 而另一条则负责把视网膜输入呢 转换为运动动作 但是呢不引起任何感觉 这一理论呢进一步拓展了 昂格莱德米什金 他们的何处 还有什么这种双通道的这种概念 米尔纳和古德尔认为呢 无意识的视动动作的神经机制 是位于背侧的动作性的视觉通路 而检测到物体 以及牵扯到这视觉意识的任务呢 则是要依靠覆测的 知觉性的视觉通路 这就是一个是动作性的视觉通路 一个是知觉性的视觉通路 两个通道嘛 那么这种 知觉性的视觉通路 在病人DF的脑中 是 这部分是受到损伤的 所以产生失人症 这是第一节 失人症 那第十三章的第二节 盲视 盲视是一种罕见的症状 病人能够找出目标 或者正确地猜出目标的颜色 或者朝向 但他本人的竭力声称 自己什么也看不到 和视觉失人症不一样 这个病人在受损的视野内 看不到任何东西 盲视的症状非常奇特 以至于在文献首次 报道这种病例的时候 人们不但不相信 反而嘲笑这一发现 牛津大学的神经心理学家 韦克斯·兰兹和考威 以及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大学 的神经心理学家 史特里希 经过几十年合作研究 对最初的批评 给出了恰如其分的回应 这种病症表明 有些病人虽然看不见东西 却残留着有限的适动行为 因此是他们为这一症状起了 看似矛盾的名字 叫盲视 盲视是由于初级的 使皮层受到损伤 结果病人就看不到受损 V1区的对侧 半视野中的任何东西 他在那半侧视野里是盲的 却能大致指出光亮的方向 按照病人的描述是 我不知道目标在什么地方 但可能在那里 有一位叫做记忆外的病人 几乎总能够猜出光点的 这种运动方向 但是如果运动太慢 或者目标的反差太低 它的表现就会降低至 随机的水平 也就是下猜了 如果运动的非常明显 病人可能会有某种 模模糊糊的 有意识的知觉 用某位病人的话来说 那种感觉就像是闭上眼睛 在自己前面挥手那样 其他的盲视病人 可以区分十字和圆 也可以区分横线竖线 还能够猜出前面颜色 是哪两种的 两种当中的哪一种 某些盲视的病人 还能够抓住物体 尽管他们看不到物体的形状 如果缩短了看 和这个抓住的时间间隔 他们的动作成功几率就会更高 也就是说 病人越早去抓某 那个看不见的物体 它表现的就越好 而这一点呢 就跟上面提到过的 DF那个病例 延迟两秒之后 它是失人症嘛 延迟两秒呢 你就无法张开手指 去适合物体大小 是类似的 在盲视情况下 下意识刺激表征 很脆弱的 因为没有来自 直接系统的反馈 所以显著的延迟 会破坏盲视的表现 有必要强调 盲视病人 由于意识不到 而没有正常的视觉能力 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 盲视患者 能够在多个独立运动的物体里面 追踪其中一个 或者处理多个物体的信息 或者是认出复杂的图片 最重要的一点是 因为他们看不见 所以他们也不能利用 视觉信息来进行计划 如果硬要病人去做 一位盲视病人 也许能够正确地猜出 在盲视野里面 有没有水平 但是在穿越沙漠的时候 他就会对前面的水平 视而不见了 盲视野中 信息内无法自动地 被患者有意识的利用 这类病人 和哲学家讲的僵尸 很不一样 在盲视的情况下 主要的视网膜的输出 到不了 他在V1区的靶点上 也就是这个盲视病人 他的视网膜输出 就七状体到皮层 这个通路出现了问题 也就是说 到不了V1中的靶点区 那么视觉信息 如何到达运动区的呢 最可能的就是 一条路径是从视网膜 通过神经节细胞 连接到上丘 那么信息由此 通过丘脑枕 到达蚊状的外视皮层 所以绕过了 大脑的受损的V1区 在第八章一开始 就曾提过 通向视觉等级结构的 皮层下的支路太弱 因此呢 无法汇入 负侧通路内的 降光神经元机群 并且保持一段时间 从而产生意识 虽然如此呢 这一通路 也许可以在某些 简单的情况下 触发某种行为 我猜想 在碰到复杂场景的时候 对各种表中相互是干扰的 如果不集中注意 就抽取不出那足够的信息 以触发正确的反应 如果神经科学家 损毁了猴子双侧的V1区 以产生盲视 会出现哪些复杂变化呢 简单来说 几乎没有变化 就是在手术后几个月内 很难发现这些动物呢 有什么异常之处 它们能够利用视觉线索 确定自身的位置 还能找出花生 避开障碍物 人们不禁会问 这些动物 在盲视野中 有没有视觉体验呢 这一问题 乍看起来根本无法回答 对一个既不会说话 也不会写的生物 你怎么知道 它看到什么东西 什么感觉呢 考威和施特里希证实 事实并非如此 在实验中 它们手术切出了三只猴子 单侧围区 然后训练它们 触摸计算机屏上 短暂闪光的位置 一如预期的那样 不管光点 是落在猴子正常的半视野 还是落在盲视的半视野中 猴子都能很好地 执行这个任务 接下来考威和施特里希 做了另一个实验 叫做信号检测任务 和前面一个实验类似 当光点出现的时候 猴子必须触摸屏幕上相应的位置 然而这个实验的不同之处在于 有时会出现没有光点的白色的屏幕 如果没有目标 猴子需要去按某个特殊的按钮 表明屏幕上什么也没有 经过如此的训练以后 当光斑投射到受损的半侧视野的时候 猴子就会按下视野为空这个按钮 当光斑落在视野可见那部分 就不会按这个按钮 换句话说 目标出现在盲半野的时候 如果强着猴子必须做动作 他们能找到物体 就是和盲视病人的情况一样 然而如果有机会表达 我看不到东西的时候 他们就会表达出自己什么也看不到 从感知觉的角度来说 他们在有盲视的半侧视野当中 是看不到什么东西的 考威·史特里希的实验非常经典 它说明行为心理学 在探索动物心理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这些盲视就讲完了 很有意思 第十三章的第三节 是复杂的局部性癫腺发作 癫腺发作时 正常的脑活动 多少受到了干扰 癫腺发作有许多不同的形式 人们最为熟知的 就是最激烈的全身性的发作 或者叫大发作 这种发作的波及整个脑 伴随有抽搐 就是肌肉有节奏 松弛和紧张 并完全丧失意识 研究意识的学者 最感兴趣的是局部发作 这种发作只从脑的一部分开始 或者仅局限于某一部分脑 简单的局部发作时 病人是意识健全的 癫痫是典型的 节律性的抽搐 可能仅限于某个肢体 病人可能会产生某种奇特的 味觉嗅觉或者其他的感觉 有些症状被称作是先兆 它预示着接下来 就会发生更糟糕的事 简单的垫腺发作 或者转变为复杂的发作 复杂局部发作的典型特征 是意识受到损害或者丧失意识 并伴有自动症 诸如咀嚼啊 扎嘴啊 手还有手臂的这种 有节律的运动 就像在指挥教养院 那个指挥 还有发笑 或者是做一些吓人的动作 无目的地用手 拨弄衣服 低声嘟囔等等 如果不加限制呢 病人还会到处乱走 在离家或者医院 很远的地方醒来 然后病人记不起 发作起见的任何事情 发作一结束 那么有些病人 就会精疲力竭地昏倒 昏睡过去 或者一段时间神志不清 而另外一些病人 则能立刻完全恢复神志 就好像呢 波动一个开关似的 复杂局部发作 常常位于孽叶 并且呢 持续好几分钟 这种病人在发作的时候 如果只从行为和表面上 的这种情绪表现来看 他们似乎还是有意识的 但是在下一次发作中 他们表现出同样的动作 虽然并非每个细节都一样 病人会再一次地微笑 比起床 他就像是一位正在训练的演员 一再演出同一场景 每一次都在一定的时候微笑 在观察了一些这样的病人以后呢 根据这种行为所表现出来的 不同的 不自然和强制的性质 你可能很容易地 把这种不具有自主的动作 和有意识的行为是区分开来的 在短暂发作的时候 有些病人依然可以和周围环境 进行一定程度的互动 有一位病人呢 可以回答例行的问题 还有在骑车上班的时候 电线发作的例子 一位患者早上骑车出发以后 偶尔他发现了自己 又开始沿老鹿骑回家 这些全都是在他电线发作时发生的 还有一些病人会在晚上到处游荡 所有这一切的现象 都只指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不由自主的动作 是由一小部分僵尸体驱动病人 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活动 我们很难在临床上确证 就颠线发作时到底多大程度上丧失意识 要想测试在发作的时候 是不是有僵尸行为 方法之一是评估此时的工作记忆 像说在第十一十二章中提到的 就是提到的那样 有意识才能把信息存储 或多少秒钟 并加以利用 僵尸体并不具备这一能力 很可能异常的电活动破坏了构成 NCC的集群 而负责僵尸行为的神经活动 则较少受到干扰 这时候表现出自动症 临床证据表明 颠线发作时 两半球有所不同 比起左侧捏液发作来说 右侧捏液或者双侧捏液这种病例 所造成的局部发作 更可能影响到意识 就是我们左侧捏液 这个更影响意识 要想严格的研究自动症很不容易 我们不知道自动症会在什么时候发作 病人也许不能直接预先 经过多少次练习的动作 因为他们的脑不能合作 现在已经搞清楚的一点是 就是在很少有意识感觉的条件下 还能产生一些相当的精巧的感觉运动行为 这一节很短就完了 第十三章的第四节讲梦游 梦游是怎么回事呢 梦游活动包括最常见的 在床上坐起来 嘟囔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少见的一些还有包括 穿衣脱衣上卫生间 搬动家具 更吓人的是会爬出窗外 或者开汽车 执行这些动作的是不是僵尸体呢 梦游者在卧房里磕磕绊绊地行走 对别人的问话不作回答 次日早上起来也记不起任何异常发生过的事 这些看起来很有可能是无意识的 梦游的持续时间可以从几分之一分钟到 半小时 儿童梦游的要比成人多 梦游发生在睡眠的非快速眼动期 在醒来以后呢 没有外显的有意识的记忆 梦游患者表现出一些僵尸的特点 例如没有感觉和感受 瞪着无神的眼睛 力大无穷 行动笨拙 恐怖电影迷一下子就能认出这些特征 那就是 他们虽然处于一种盲目而又极度康奋的状态 却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对外界的刺激也没有任何反应 偶尔梦游者也会采取暴力行动 并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睡在一起的伴侣 以及其他人造成危险 在极少数情况下 梦游甚至还会导致死亡 当审理这些案件的时候 辩护人会以某种非精神病的自动症 即在凶案发生时被告不知道自己 在做什么为由来进行辩护 按照今天有关有意识意图的法学 医学标准来说 梦游者就像一具僵尸 他只存在有限的行为模式 但没有意识感觉 现在人们还不清楚梦游时 到底表现出哪些行为 在视觉方面 基于显著性的注意 起不起作用呢 有可能 那么梦游者能不能注意一些事件 或者对象呢 大概不会 梦游有工作记忆吗 不大可能 是控制眼动睡姿肢体运动和不态的感觉运动僵尸在起作用吗 在某种程度上说可能是这样的 梦游的病理机制是什么 梦游发生在深度睡眠期 由脑干产生的幻想信号很弱 不足以支持必要的实际反规活动 以使这个优势集群成为NCC 也就是说 这个脑干很弱的微弱信号 不能形成以前讲过的那种NCCE 就是条件吧 但是这样的幻想信号能够支持短暂的向前活动 使僵尸体起作用 除非有人能够发明出一种可靠的 在志愿者或者猴子或者小鼠身上 诱导出这个梦游的方法 我们很难回答上述的问题 梦游就简单介绍这些 第十三章的第五节 是僵尸体和NCC 现在我们知道 每个人的头脑里都有整整一组僵尸体 如何能利用这一点来帮助我们对NCC进行探索呢 首先说明就是某个感觉运动任务的计算复杂性 不能说明这个动作究竟是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 僵尸体可以产生相当复杂的动作 而不仅仅是反射动作 例如保持直立的姿势就是非常复杂的动作 首先得计算眼睛看到的光流 并和来自前庭的信息先组合 然后再调整肌肉骨骼系统 以保持身体直立 然而如果这一切一再发生 那么皮层和肌底神经节就能够学会 如果你想把无意识过程和游戏过程区分开来的话 那你就必须把这些学习方面考虑在内 对此我们在下一章再展开来讲 其次产生僵尸体动作的通路又如何呢 有一种猜想认为 这种通路和产生NCC网络在物理上是彼此分开的不同通路 这也就是说脑内某些区域的神经活动 无需意识就能调控行为 而另外一些区域的活动则产生感觉 米尔纳和古德尔有力的证明了动作视觉 是由贝侧通路执行的 而知觉性的视觉是由负侧通路执行的 另一种猜想认为 僵尸体的动作和意识是同一个神经网络的 两种不同工作模式 一种模式是基于顺时性的网播 那么这种网播起源于这个感觉外周 也就是视网模 并沿着各个皮层处理阶段来快速的传播 最后触发某个刻板的无意识反应 这种向前传播的网播持续时间太短 以致不能在过后继续持续强烈的发放 这就是动作的僵尸体的模式 此时的脑实质上是以向前方式工作的 很没有明显的反馈活动 另一方面 如果输入的时间持续的更长 并且为自上而下的注意所加强 那么在网络中也会产生某种的助播或者共振 反馈回落此时有很大的贡献 局部反馈和全局性的反馈 可以令神经元同步发放 这种同步比有感觉输入产生的那种同步要强得多 和彼此独立的发放相比较 这种发放可以产生较强的突出后作用 如此就能形成强力的神经元集群 可以影响到远处的皮层和皮层下的结构 这可能就是负责有意识直觉的模式 这叫慢模式 虽然这些想法还不成熟 但是他们对进一步的研究有指导意义 本章讨论的各种脑损伤 其性质 实陈各不相同 再加上人体实验诸多伦理限制 此类研究只好主要在适当的动物模型上进行 但是当脑损伤或有意识相关时 就想充分解释清楚其现象学 对病人研究是关键性的 然而要想阐明产生这些现象的精神回路 就要在广大的脑袖中进行选择性的 对某些细胞成分做实验 而这是不能在人身上做的 这是第五节 就是要找到NCC呢 就研究它的另一面的表现 就是僵尸体对NCC其实是很有帮助的